民眾在書架前拿起一本本書翻牙翻 有的手中抱著一大碟書 還有人特地帶著行李箱 準備要將喜歡的書籍帶回家 環保局在市府一樓中庭 舉辦研會十年讓愛延續對書活動 吸引許多民眾前往尋報 常常到他們那個資源回收站那邊有去換書 這次是看他們那個網站粉絲頁有公告 然後因為颱風所以延期了 所以很期待每次的那個跳書活動 我覺得還滿不錯的 至少他是把書籍再利用 一方面也可以減少那個樹木的砍伐 然後再來也可以把這些好書再傳承延續下去 今天就在這邊很高興可以拿到有這麼好的機會 可以拿到很多好書 非常棒 不會老人自在一天最起碼要看一本 為延續書籍生命讓智慧增長 環保局一百零二年在內湖再生家具展示場 成立了全國首創的研會書庫 十年來已有近五萬人次參與 兌換或贈送書籍達四十七萬多冊 成果相當顯著 這個其實研會書庫是我第一次當台北市環保局長的時候 因為當時敲一個機眼就是有這個民眾樓上的一個住戶 結果他拿一堆書在這個樓梯下 我說你為什麼這麼多書 他說他剛剛參加特考完畢 所以他說你說這些書怎麼辦 他說要給環保局 那我想當時環保局回收這些書 大部分都會去回收做紙漿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想說大家花那麼多錢買這些書的話 其實裡面的知識都還可以延續 所以我想說我們要成立一個地方專門收這個 然後把這些書來幫忙那些 包括弱勢團體 包括學生 來給他們不用買 就可以來有書可以讀 來改變他的一生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十年來 其實差不多五萬人次來參與這個活動 那這個出去的書 差不多五十萬本 只要一本書一百塊來講的話 其實是五千萬 那這個錢是其次 其實是造就這些比較弱勢的人 他可以考試用書 可以就業考試用書 升學考試用書 說不定就改變他的一生 那台北市這樣文化之都的 能夠把這個文化 把這個傳遂出去的話 其實是非常有意義的 所以今年我們特別舉辦這個十年的活動 目前來講 當然我們除了這個來這邊領書之外 我們也給大家有這個閱讀的空間 大家去那邊也可以享受 我想這個環境的話 這個可以當場跟圖書館一樣閱讀 我們在內湖那邊非常的好 那重要是真的 尤其像那些參考書什麼書 現在都很貴 但是考完試以後 這個就沒有用的 我第一次的時候也跟那個四大附中 他們這個學生非常優秀了 考完試之後 對不對 跟學校合作 他們把那個學生那些超廣師都交出來了 這太棒了 那未來我們還會加廣 除了這個講這個就業 或是考試的書之外 這些文學的書 大家假如說 後來再清家裡面的一些東西 需要的話就環保給 會來服務 民眾除了可以用15顆電池免費兌換一本好書之外 環保局還提供到府收運書籍的服務 歡迎民眾一起來捐書讀書 基本上一般學生 低收中低收入戶還有身心障礙者 這些都是可以免費跟我們做兌換 那如果是一般的市民呢 我們為了要鼓勵回收 他可以用15顆的電池來兌換一本書 那今天是因為我們活動的特會現場 我們會就是乘以三倍 就是說他如果拿15顆電池來可以換三本書 那如果沒有帶到電池來沒有關係 現場幫我們填一份問卷 我們也會送書 書的話就是可以超過200本 可以直接跟我們清潔隊聯絡 我們會去到府收運 我們非常歡迎機關學校團體 有大量的書籍都可以跟我們聯絡 那一般民眾要做回收的時候 就是有這些書本可以交到我們每天線上的資源回收車 跟他捆好說這個是我要捐給研會書庫的 他就不會把它當作廢紙處理 我們後端會再做清理跟整理 沒有我們都沒有限種類 就是當然就是一般學校的教科書我們沒有收 然後漫畫書沒有收 那其他一些工具書或者是甚至是古書我們都非常歡迎 我們在末端會做相關的分類跟建黨 研會十年讓愛延續活動 8月17號18號兩天上午10點到下午4點 在市政府一樓中庭舉辦對書活動 歡迎民眾前來尋報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今天我們到處找到一半都會變成了 大家看這個署 這個署 我們每年都會玩 我們到處ned 我們到處 我們到處